停产数月后 苹果官网删除初代Hopo的内容 IT之家 10月12日消息 据Michael Muff报道 在Hopo的mini新颜色发布后 苹果网站进一步清理删除 对原版全尺寸Hopo的提及内容 这款Hopo的已经在几个月前停产 删除对原版Hopo的提及 是苹果网站全新变化的结果 10月19日 Apple宣布推出Hopo的mini的三种全新鲜艳配色 黄色 橙色和蓝色 为用户提供更多在各种空间中 表达个性和风格的方式 IT之家获悉 苹果官方介绍 Hopo的mini身材小巧 身高不足9厘米 为用户带来美妙音乐聆听体验的同时 还具有智能助理C位与智能家居功能 并提供内置的隐私和安全保障